他老教二十三年以后,可能感情破裂 现在我都是负我的责任,其实他不认我这个儿子 假如他不是那样的话,自己一个独生的儿子怎么舍得那样呢 他人老了,我简单说一下,他一出去就是一个月 然后他把那些要吃也没有交下给我 谁知道房子的石面我松下去,然后雨就漏在他的枕头 他说什么呢,我爬上去房顶上,端上去那个水,倒在他的枕头 哎呀,我实在,谁都不相信了这种事情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,要是三岁的小孩还想报复一点去 但是他总归是我的父亲,所以我还是 他病了也我照顾,他没有粮食还是我那里拿,没有盐还是那里拿 每年他烧的柴火,他用的那些电费 他还有一点点,经济收入比我多 不过那些都是用在什么地方,我都不清楚 他见到谁就给谁,见到谁就买一样东西送给人 我说这也是好,家里你不顾也无所谓 你顾上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可以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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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